夜晨目光闪动 如果明月天书在月煞湖中会受到友好待遇 那夏若雪被吸入黑色漩涡之中 很可能也没有危险 反而是得到了机缘 虽然有这方面的可能 但夜晨还是比较担心夏若雪的安危 此刻带着小白 在月煞湖底四处寻找起黑色漩涡的踪迹 月煞湖很大 湖底更是浩荡 同时还是一片黑暗 夜晨与小白在这黑暗中行走 感应着黑色漩涡的波动 不断寻找 与此同时 月煞湖上方却是出现一道道气势恢弘 杀气浓郁的身影 他们都双目森然地看着下方的月煞湖 此刻的月煞湖与往日的平静完全不同 如同沸腾了一般 湖水之中不断传来一道道震荡 这震荡蕴含着可怕的力量碰撞 让月煞湖震颤不休 也让侯天和一众长老的目光更加阴狠 那个混账小子就在下面 这次一定要找到他 将他拿下 此刻 侯天目光森寒地开口喝道 这个小子竟敢屡次挑衅我明月谷 带着那太阴玉兔闯入我明月谷禁地 如果不能将他拿下 这将是我明月谷的耻辱 听到侯天这话 石大长老脸色一素 下一刻直接冲入月煞湖中 就算是为了明月谷的威严 他们也要将夜晨与小白拿下 月煞湖作为禁地 湖中的黑色漩涡他们很清楚 那是最危险 但是又传说蕴含着天大机缘的地方 明月谷的人不敢进入黑色漩涡之中 但也不会允许其他人进入 如今已经有一个夏若雪 进入黑色漩涡了 就算他们认定夏若雪进入其中 必死无疑 但也不允许其他人再度进入 尤其是夜晨 明月谷的人对夜晨充满了戒备之心 实在是夜晨的天赋资质太过逆天 他们不敢让夜晨进入黑色漩涡 毕竟黑色漩涡内到底有什么机缘 他们并不清楚 若是夜晨在黑色漩涡内获得好处 到时候战力若是大涨 倒霉的可是他们明月谷 随着十大长老冲进月煞湖中 猴天体内的灵气也是轰然震荡 嘴角勾起一抹森寒糊度 如同一颗炮弹般直接撞进湖水之中 头顶上方不断传来 无者与煞气怪物碰撞厮杀的声响 夜晨和小白对视一眼 眼中都闪过一抹凝重 很显然上方来人所动用的力量 一眼便看得出来是明月谷的人 更何况这月煞湖是明月谷的禁地 除去明月谷的人 一般人也来不了 看这些人的波动应该是明月谷的长老 但是长老都来了 猴天那个家伙那么想杀我 他怎么可能不到 夜晨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下一刻便感到一股深沉如海 浩荡无匹的气息涌入湖水 这显然是乾坤境中期的气势 正是猴天到来 我就知道 夜晨冷眼说道 下一刻带着小白在湖底 加快探索速度 他们两个人不可能是猴天 和一众长老的对手 既然对方已经发现他们的到来 一定会想尽办法捉纳他们 如今唯一脱身的机会 就是找到黑色漩涡 此刻夜晨与小白 在湖底之中到处搜寻 如同两道流光一般 将月煞湖的每一处角落 都查探一遍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黑色漩涡的所在 不对啊 我明明记得上一次 我们刚刚到达湖底 黑色漩涡便突然出现了 这回他怎么不出来了 找不到黑色漩涡 小白也不由地焦急了起来 察觉着身后不断接近的气息 忍不住叫道 恐怕上一次那黑色漩涡 主动出现 是因为若雪掌控的明月天书 夜晨文言目光微闪 却是在心中猜测的 而在这时 明月谷的一众长老 也已经寻着夜晨二人 一散而出的气息 穷追不舍地赶了上来 毕竟是明月谷的主场 夜晨与小白 就算收敛气息 也根本不可能 躲过对方的谈查 因此夜晨也没有 可以隐藏身形 反而毫不避讳 在湖底到处搜寻黑色漩涡 只是黑色漩涡没发现 明月谷长老却追上来了 看着前方的两道黑点 明月谷的大长老露出快意的笑容 你们两个狂妄之徒 还想逃到哪里去 这月煞湖 是我明月谷的禁地 也是我们的主场 进入月煞湖 是你们自寻死路 敢挑衅我明月谷的威严 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停下吧 我给你个痛快 不然若是被我们抓住 要将你碎石万段 折磨至死 此刻 一道道怒吼 从身后传来 小白听着不禁身子微颤 对方言语间得很辣 让他感到害怕 而夜晨对此 却是十分不屑 淡然地拍了拍小白的手 一边带着小白 全力奔逃 一边开口说道 不用担心 有我在 他们根本伤不到你 夜晨说得淡定 但内心却是一片凝重 这些长老的实力 他并不惧怕 但论速度 这些长老也追不上他 只是侯天的思 可是同样进入了月煞湖的 现在夜晨二人 暴露在明月谷长老面前 侯天一定也会得到消息 立刻赶来 到时候 处境必然会变得危险 想什么来什么 夜晨刚刚还在担心侯天 下一刻便听到对方 阴森森的邪笑声响起 这个狂妄的小子 竟然还敢跑回来送死 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你 让你生不如死 受尽折磨 侯天怒笑着 猙獰地看着夜晨 仿佛化身一头疯狂的野兽 周身的杀气冲销浩荡 甚至吓得着月煞湖中的 煞气怪物都不敢靠近 本能地避开侯天 哼 你算是什么东西 我到这里是为了寻人 我若是想走 你还真觉得自己能留下我吗 夜晨听到身后侯天的声音 当即冷笑喝骂道 你找死 听到夜晨这话 侯天勃然大怒 气势更加狂暴 速度都再度暴涨 向着夜晨快速靠近 察觉到这一点 夜晨眼睛微眯 正要提速 却突然发现 这月煞湖之中 因为侯天的气势冲击 竟然涌现一道道 莫名的浩瀚波动 下一刻 夜晨便看到 在自己前方不远处 一抹黑色的原点浮现 紧接着 这原点越变越大 最终化作浩荡的黑色漩涡 疯狂转动 四周的漆黑湖水 都被旋转调动 化作滔天海眼 黑色漩涡呼啸的声响 在湖水中传荡开来 夜晨眼中闪过一抹兴奋 而身后的侯天和一众长老 却是神情一致 该死 这黑色漩涡 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 给我拦住他们 此刻 侯天看着夜晨怒吼连连 体内气息震荡 传出一声声轰鸣炸裂 而他本人 则如同一道雷光 瞬间暴射而出 向着夜晨所在处 狂暴杀来 与此同时 明月谷的诸位长老 也全力爆发 一同出手 一道道 灰红灵气席卷而出 化作漫天锁链 要将夜晨二人 洞穿捆绑 让他们动弹不得 查觉到身后的狂暴杀意 夜晨嘴角却勾起一抹弧度 因为黑色漩涡已经近在眼前 这些人根本挡不住他们 小白 跟紧了 此刻 夜晨看向小白叮嘱道 闻言 小白立刻点点头 影响 随即 夜晨便带着小白 直接撞入黑色漩涡 瞬间便被卷入其中 不见踪影 看着夜晨二人 毫不犹豫地 冲进黑色漩涡 侯天和一众长老 暴杀而至 却是气得咬牙切齿 他们不敢进入 这黑色漩涡 因为不知其中 到底蕴含着 怎样的危险 同时也不能理解 夜晨等人如此前伏后继 毫不畏惧地冲入黑色漩涡 是急着送死投胎吗 给我拿阵盘来 我要将明月破天阵 布置在这里 他们如果没死在漩涡之中 必定要死在我手里 侯天眼中杀意森寒 暴跳如雷地怒吼道 闻言 一众长老都是神色一宁 明月破天阵威能十分强大 能够镇压乾坤境的存在 看来 侯天已经被夜晨等人 激怒到丧失理智 对夜晨等人彻底恨之入骨 不然 不可能动用明月阵天阵 侯天布置阵法 要亲自守在月煞湖 夜晨等人若是死在漩涡中 还好说 若是没死 夜晨等人将永世 被镇压在月煞湖底 黑色漩涡之中 夜晨带着小白冲入漩涡后 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在黑色漩涡中 夜晨还察觉到一股浩荡魔气 还有灰红的明月气息 席卷着他与小白不断深入漩涡 越是深入 漩涡中可怕的重压也涌来 就仿佛辗转的逐天轮盘一般 要将夜晨二人活活碾碎 面对着重压 夜晨竭尽全力抵挡 小白也显露本体帮忙抵御 总算成功挡下 两人眼前一亮 跌出黑色漩涡 从黑色漩涡中坠下 头晕目眩的夜晨二人 掌控不好身形 直接砸落在大地之上 脚下是坚硬的地板 哪怕承受了夜晨二人的冲击 这青黑色的地板也毫发无损 还反射着透亮的光泽 见到这一幕 夜晨眉头一挑 随即看向四周 却发现这竟然是一座浩大的古城 古城很雄伟 不过古城内的建筑都已经破败不堪 已经化作废墟 这是月煞湖的底部 所以这是一处 位于湖底的废墟古城 夜晨不知道这古城有什么秘密 但是古城中充斥着魔气与明月气息 让他小心警惕起来 就在这时 轮回墓地中传来异动 夜晨听到月魂魔女的声音 不由分出一道神念 进入轮回墓地的空间 月魂前辈 夜晨看向月魂女 却见到对方目光深邃 连忙闭上嘴巴 不再打扰 轮回墓地之中 灰红的魔气席卷呼啸 月魂魔女的气息震荡不休 片刻之后 她才回过神来 眼中闪过一抹冷然 这处地方 竟然是上古时代的我 曾经经历过的一座战场